纪国航员工大闹航班后又有一位音乐家被抱在机场辱骂孩子 这人还跟朗朗一起开过公司 此前一位网友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讲述自身遭遇 称7月9日晚上一位名叫黄征的乘客在西安贤娘机场后机时 因座位问题辱骂一个孩子 上前劝阻的乘客被黄征用极其肮脏的字眼长时间持续辱骂恐吓 黄还站在后机以上高呼我是头等舱 我太太上前试图调解黄征和同行人员于树东对其辱骂并威胁 本人上前已以劝阻黄与二人开始追打本人 并将本人和年仅11岁的孩子推倒重机 该网友说更让该网友气愤的是 其家人请求目睹整个过程的东方航空登机扣人员报警 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自己不会报警吗 最终黄征及其同伙被分别处以15天和10天的行政拘留处罚 这位大闹机场的黄征其实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双黄管演奏驾 深圳特区报报道 2016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授予黄征荣誉学士学位 英国查尔斯王子亲自为其颁发证书 这是查尔斯王子近2011年为朗朗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后 第二次为中国人颁发证书 黄征还是朗朗儿时及学生时代的伙伴 2011年黄征与朗朗合作成立朗朗音乐世界 并任董事及总经理 同时黄征还是香港专题中文大学双黄管导师 2008年被香港政府给予香港特优人才计划身份 并于2009年正式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朗朗与黄征来源 黄征个人社交媒体黄征大闹机场的视频曝光后 网友难以相信这是一位艺术教育者的所作所为 还有网友建议应该让黄征和大闹国航航班的牛女士BK一下 机场事件曝光后 朗乐官方发表声明称 黄征已于2016年10月离开朗乐 不再担任朗朗团队及朗乐任何职务 朗公司称黄征早已离任 实际上呢 据世界查询 黄征确实退出了朗朗的一家公司 2017年12月 深圳市朗乐钢琴培训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变更 黄征退出该公司董事级总经理职位 接替黄征的是朗朗的母亲钟秀兰 黄征名下共有四家公司 其中三家与朗朗有关 黄征只是退出了一家 朗家还有两家公司中有黄征的身影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 朗乐控股的明日执行乐器信息咨询 深圳有限公司中 黄征依然担任董事 朗朗任董事长 朗朗父亲 朗国任未监视 截至目前 该公司并没有任何人员变更信息 此外 黄征还在朗国任名下公司深圳明日执行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中担任总经理 朗国任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 朗朗的母亲钟秀兰是公司监事 朗普任 阿宗 阿瑜 朗漾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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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